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的确,在他们握手的一瞬间,一个世界上经济势力最强的国家和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对峙,共同宣告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开始。 但是,临别时,尼克松将一个白宫专用的高脚杯赠给不爱喝酒的毛泽东。 后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毛泽东却说,我想念他。 1976年2月,尼克松再度访华,毛泽东当时正在病中,但他仍然兴致很高地和尼克松交谈。 为了表示对尼克松上次送酒杯的谢意,毛泽东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对此,尼克松感动地说,离任以后,我才发现谁是真正的朋友。 和美国人做了朋友的毛泽东,在见到美国人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运用幽默和双关语。 1973年,基辛格来到中国见毛泽东,谈话间,基辛格突然问道,听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 毛泽东回答,只会几个单词,如Paper Tiger之类的。 在场的人开怀大笑,Paper Tiger在英语中是指老虎的意思。 基辛格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曾用这个词来形容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 后来又用它来比喻帝国主义。 两年后,基辛格带着妻子再次访问中国。 这次相见,毛泽东不再和他开指老虎之类的玩笑, 而是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 基辛格后来在回忆中说, 当他看到我的妻子,觉得有趣的是妻子比我高那么多, 他对此事做了一番评论, 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基辛格觉得,这位中国的领袖在外交场合也是那么本色自然, 让人感到很亲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